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安全是各国的共同关切 北溪天然气管道遭到蓄意破坏后 凶手至今逍遥法外 与物理手段相比 应对网络攻击破坏关键基础设施 对各国都更具挑战性 我们关切地注意到 美国国家安全局 也就是美国网军司令部去年宣布 他国的关键基础设施 是美国网络攻击的合法目标 这种不负责任的政策 将全球关键基础设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 制造网络领域北溪事件的可能性明显上升 去年以来 中国的网络安全机构陆续发布报告 揭露了美国政府长期以来 对中国关键基础设施 实施网络攻击的情况 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 防范和制止各类危害 在中国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的网络攻击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